有人说了如果原油的价格突破150美元的话 将会是所有人的灾难 而有分析师预计说如果西方真的对俄罗斯采取措施 那原油真有可能突破150美元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下原油的基本知识 石油被埋在地下的岩石里 把石油中的水和气体分离 就能制成原油作为能源使用 按照储藏位置的不同 石油分为常规油和页岩油 常规油呢在相对表层的位置 开采难度会比较小 而一般我们说的页岩油呢 它在页岩层的缝隙中 就是这个玩意儿改变了世界格局 你知道为什么老美那么嚣张吗 就因为它不仅掌握了科技 掌握了硬钞机 还掌握着能源 其实在很早以前 老美它也是为能源问题头疼的 但是后来呢 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水利裂压技术 可以高效开采页岩油 虽然说开采成本是常规油的一倍 但是页油的储量非常大呀 已经探明的储量有11万亿吨 是常规油的50倍 所以呢这个技术就帮助老美 解决了能源安全问题 他们从十几年前的石油进口国 变成了出口国 这个事呢被称为是页岩油革命 于是呢 现在的全球原油市场 就形成了沙特俄罗斯和老美 三足鼎立的格局 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个叫做欧佩克的组织 它负责协商原油的产量 沙特就这个组织的领袖了 基本上它动动手指就能左右油价 但是这几年欧佩克组织 减产减过头了 对于油价的话语权在不断的下降 反而是老美因为掌握了页岩油 所以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产油国 至于俄罗斯呢 它一向就是能源大国 石油和天然气贸易 占到它的财政收入的46% 油价每下降一美元 那么俄罗斯就会损失2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俄罗斯最大的客户有两个 一个就是咱们中国 俄能源部长就曾经说过 他们永远是中国能源领域忠实的合作伙伴 还有一个客户呢就是欧洲了 源源不断的油气 就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的 那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经济在复苏 石油需求在反弹 如果说西方对俄罗斯采取措施 造成贸易流动的中断的话 那么就会加剧油价的上涨 而油价的上涨呢 就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 因为石油毕竟是工业血液 它是通胀之母啊 我们穿定衣服 用的商品都离不开石油 石油一旦上涨的话 几乎所有商品的生产成本都会涨 还有飞机轮船 燃料费用也会上涨 又会造成物流费用的上涨 那通货膨胀不就来了吗 所以摩根大通就曾经警告 说如果油价升至每桶150美元 将会使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停滞 并且会导致通胀飙升至7%以上 而高盛也做过测算 说油价上涨50% 那么全球通胀率就会提高6% 新兴的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则会更大 巴菲特最近就在大力的购买石油资产 刚公布的财报显示 在过去的这个季度巴菲特是加仓的 持仓总规模是3309亿美元 比之前增加了13% 所以你知道了 那些说巴菲特持有大量的现金 在避险的人都是在忽悠你 人家的现金变多了 不代表股票就变少了 而他上个季度加仓最多的股票 就是一只石油股雪佛龙 目前持有的市值达到45亿美元 位列他的第八大中仓股 结果呢 最近国际油价格持续的飙升 逼近了100美元的关口了 油价大涨巴菲特赚了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呢 可能倒霉了 当然了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对待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经济盘子大 我们还有俄罗斯这个后盾 所以如果油价真涨到150美元 恐怕也没有那么可怕 但如果真的涨到150美元的话 企业利润的下滑 没准会让A股走得更难看 那油价到底会不会真的涨到150美元呢 反正从历史来看 似乎也不用太担心 你看西方把乌克兰作为博弈工具 找俄罗斯的麻烦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每次呢 都是上演了一部舞台话剧 演完之后各回各家 只有乌克兰承受了一切的损失 巴菲特加仓石油呢 肯定有他的理由嘛 但是我们普通人呢 看看就好 也不要去轻易模仿 毕竟做多原油 就等于是在做空全世界